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立位纪讲义第七讲 分别洁净与不洁净之物 在这一章里头 我们看到了 祭司圣职已经正式的设立了 亚伦跟其他的两个儿子 也就是哥哥拿达与雅比户 因为他们陷了反火 后来就被处死了 我们在这里就充分的认识了 祭司职份 对他们本身的举止 有严格的要求 要他们戒慎恐惧 要他们开始来履行他们的职责 那么在十一章以后 所记载属于祭司应该执行的规章条例 还有祭司的程序 那么十一章讲圣洁与不洁净的生物 民以食为天 在日常生活中 首先应该保持食物上的洁净 神不只注意他子民的信仰生活 也管理他们的社会生活 注意到食物的洁净 还有不洁净 还有注意信仰生活上面的圣洁 理由就是一个 要求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 有三种说法 第一 防止以色列人来仿效 埃及迦南等地的 异教祭司的方式 不让他们落入 吃动物肉类的习惯 第二 要让以色列人在饮食习惯上面 也像在道德与精神生活上 一样的保持圣洁 从一般的人分别出来 成为神圣洁的选民 第三 为了卫生还有健康的理由 吃了洁净动物的肉比较安全 不洁净的可能会传染疾病 这三种说法都指出一件事情 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子民 不洁净动物的特性 第一 吃了肮脏污秽的食物 例如尸体 腐肉 来维持生存的 那么这个是污秽的食物 第二 跟欲教祭祀有关的 譬如猪啦 狗 第三 带着神所咒诅的形状 我们可以看 骆驼 他的体虽然是分开的 但是他的体的底下 有肉垫相连 不是完全的分开 因而就把他归在 不分体的行列 所以是不可以吃的 那么所谓不可以吃的是指什么呢 骆驼看起来像是 偶蹄的动物 但是他只是在脚后跟 那个地方长了一个像球跟的球 因此他就被列为不洁净的了 那么在律法上面 所禁止的动物当中 猪是被认为最不洁净的 他并不是详细的讨论 有关吃猪肉的害处 就基督徒而言 强调神对他的态度就够了 吃猪肉肯定会有害健康 否则神就不会禁止了 他创造了猪 并且知道他们的本性 他禁止把他们当作食物 然而 以猪为祭物的例证 主要来自于希腊跟罗马 那么献祭的对象 大都是他们向那些明界 就是说阴间那些神明 市政当中的猪 经常跟狗一同来吃 那些腐烂的来维生 更加会令人恶心的 那么在以色列书65章第4节 还有66章第3节17节 清楚了反映了以色列人 对猪的态度 那么在前面提到了说 跟崇拜死人的关联 因此以猪为祭 很可能就等于是 献祭给魔鬼 或是献祭给死人了 把水中的生物分类的方法 简单明了 大多数的人缺乏水主的知识 即或是在今天 能够很清楚分辨余类的人 也是寥寥可数的 用有次有灵来区分 比较重要是容易的辨认 非常实用 以确保以色列人身体的健康 在遗文上面保持了洁净 神希望祂的子民 只有吃最有益的食物 那么祂在这里区别了 水生动物当中洁净跟不洁净的 祂把有次有灵的列为一类 把无次无灵的列为一类 祂借着说明可以吃的 排除一切不可以吃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列出了不洁净鸟类的一个明细表 来作为百姓们的一个指导方针 我们可以从十四章里头 可以明白十一到十八节 他提到了一些动物的名称 也提到了一些个别的鸟类 在提到的这些鸟类当中 有许多是绝食的鸟类 或者是以肤食为食物的鸟类 老鹰最有可能是指 健壮的大秃鹰类的物鹰 那么这是一种拥有高贵外表的鸟类 那么它的头上有米色的柔毛 这里所列举有四种的昆虫 在古代通常是用作来当作食物的 还有今天东方的国家里头一样 有各种烹饪的方式 通常趁着它还活的时候 把它扔进去水里头 废水给它煮了 然后加盐 以后把这个头还有翅膀把它拉掉 然后烤的或者烘的以后或者蹲的熟了以后 我们可以立即来吃它 还有也可以把它晒干或者熏干了以后 储存起来 它们可以拌着盐来吃 香料或者醋来使用 今天东方的国家市场里头 仍然有干的蝗虫秤金来出卖 或者是曾串在这个市场上面卖的 就是这些以上的昆虫以外的 有翅膀的昆虫 许多的昆虫都膝带有病菌 所以要小心的接触它 那么在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指出来 接触了死了的动物所引致的不洁净 凡是与不洁净的动物的尸体接触的人 必须要洗净衣服 到了晚上 也就是第二天开始的时候 希伯来人的一天是从黄昏晚间的时候算起 还有要洗净他们的身体 才可以来参加会幕的敬拜或者献祭 信徒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圣殿 必须要保持身体洁净还有健康 要除去了死刑来侍奉活的神 洁净还有不洁净 这两个词语是用来区分以色列人可以吃 还有不可以吃的各种动物 圣经对食物做出了限制 原因是第一 要确保全民主以色列人的健康 神不准他们吃的鸟兽类 通常是因为他们吃了腐尸的 很容易来传染疾病的 第二 使他们跟其他各民族有别 例如异教徒通常以猪来献祭 神是不准以色列人吃猪肉的 第三 最主要的一点 是神借着这一个提醒以色列人 住在他们中间的神 是圣洁的神 用肚子行走 用四足或多足行走的 都包括进到这个耙物当中 那么这些都是不可以吃 以免沾染了污秽 以色列人被教导 不要与任何会使他们不洁净的事物 有所接触 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他们要全心全神贯注的 以一个积极的进入来面对生活 那么这种生活重要的特色 是他们刻意的尝试去模仿圣约的神的圣洁 那么在十一章四十六四十七节 这是一个总结 说明这些条例是有关食物的捷径跟不捷径 可以吃还有不可以吃的 在古代社会有如此进步的一个食物保健的法力 实在教人精益 这些原则已经是现代医学 食物保健 还有预防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了 不解不一定是能够避免的 不解的理由也往往跟犯罪毫无关系 有几类的不解是不能够随便避免的 包括来自于性交疾病 以及与人受适合发生的接触的不洁净 这虽然是礼节上而不是伦理上的问题 圣洁的范围依然必须要维护 免受到不适宜的事物来影响 此外经学当中有鬼魔居住 也就是常见的信念 对以色列人来说 精血就是月经来的血 跟精益等人体的分泌物 与生命是有密切关系的 它所代表的潜在生命 一旦不能够实现 就成为死亡的代表 变得不洁净了 分娩所导致的不洁净 被认为是因为它每月经期的不洁 还有跟这个是同等的概念的 在古代文化当中也极为普遍的 埃及、巴比伦、波斯都有一些 这样如同这一类的案例 那么产妇洁净的条例 神在创世纪吩咐人要生养众多 旧约当中儿女成行乃是得神宠爱的记号 妇人不孕被视为一种耻辱 但是当妇女履行生育这个最高天子的时候 却是跟不洁的观念来相连 需要相当长的日期才获得洁净 这两者似乎有一点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只能够在人堕落了之后 女人所得到的咒诅上面 来得到一个很适当的解释了 生的男婴不节期要40天 可是女生生了女生应该是加倍的 那么她的理由没有特别的声明 或许是因为古代的人以为生了女儿之后 母亲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康复 更有可能是这个较长的不节 是叫人能够想起来生育的苦楚苦难 是来自于夏娃女人犯罪了 生育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能够生育是神给妇人的福分 妇人怀孕生子所以不洁净 要献凡剂来赎罪不是因为生残 而是因为分娩的时候排出的不洁净的残血 12章的条律乃是为这种不洁净而定立的 应该跟15章的漏症行径等身体的排泄物不洁一同来看待的 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人类都处在死亡的咒诅之下 生下来就是不洁净的 因此出生以后就需要洁净 但是这个说法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献赎罪祭的是为产妇而不是为新的婴儿 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 行割礼就是承接立约的关系 象征性的来让婴孩接受的约的约束 这个礼节最先是在以撒身上实施 那么它是应许所生的 割礼标志的有关他出生之后的应许的实现了 那么妇人在产血不洁净当中要居家33天 她洁净的日子还没有满 就不可以摸圣物 也不可以进入圣所 产后的头六天对于母亲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往往会有大量的失血 一走以后危机才被认为已经过去了 33天之内不许母亲进入到圣所或参加宗教的仪式 也不得出席任何公众的集会 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是母亲而不是婴孩的 好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